哈喽大家好,我是建军 今天给大家带来蜡笔小心最恐怖的一集 废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又是一个祥和的夜晚 春日布是一片宁静和谐,灯火通明 一个醉酒男子滴滴着壮的走接了小胡同 一秒后呢,却又很清醒的走了出来 酒店里三个女老师正商量着举办幼稚园园游会 松板老师喝多了 接着酒劲提议师生一起跳火辣的森巴舞 穿上泳装跳着舞 那些学生爸爸们看到后 面红耳赤兴奋的样子 想一想都感觉刺激的很 但是这让保守的吉永老师和上尉老师有些为难 经过了阶级的讨论 几人最后也没有得出个结果 分别后,吉永老师醉醺醺醺的走过车站 突然一辆列车飞速驶过 吉永似乎看到许多人影 站在车上盯着自己 还没等反应过来 突然另一个自己就抓住了他 刚才列车上果然站满了人 或许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于是故事正式拉开了序幕 第二天小新上学又迟到了 可没想到今天的吉永老师异常的耐心 还满面笑容 虽然说不出哪里不对劲 但小新妈妈总觉得怪怪的 小新依旧是和伙伴们快乐玩耍 可郑南却很忧伤的说 小爱最近有点不对劲 居然整天对着自己喊 郑南大人我爱你 小爱以前可是非小新不嫁的 郑南感觉现在的小爱恐怕不是真的 这时候阿呆说了个可怕的故事 那就是最近都在传的 很多人在夜晚都会被和自己长得 一模一样的复制人给替代 小孩子很容易相信这种事情 只有封肩相信科学 嘲笑大家幼稚 与此同时呢 园长办公室里 吉永老师正极力的让园长答应 园游会大家一起跳385 正好这让窗外的松板老师听到了 他很奇怪 吉永这是咋了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奔放 再看吉永老师双眼寒春 趁周围没人 抓住了园长粗糙厚实的大手 悠悠的说了句今晚约吗 园长凑不要脸的回了句有空 晚上呢 封肩开心的看着电视 可当他看向厨房正在剁肉的妈妈时 突然一条大舌头 缓缓的卷起肉块 送进了嘴里 封肩吓得揉了揉眼睛 发现妈妈正开心的跳着舞 刚才一定是幻觉 封肩想着 第二天身边好像有越来越多的小伙伴 在说着森巴舞 还说家里的爸爸妈妈 也都为了跳舞不去上班 封肩若有所思 但却不敢往下想 身后的吉永老师依然忙碌 一枚钉子从桌上落下 正好掉进了鞋子里 可诡异的是 吉永一脚踩进鞋子 却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一幕将封肩吓得尖叫起来 就在封肩还没回过神来时 园长突然出现 将门窗紧闭 和吉永老师一起歪着脑袋 阴沉沉的抓住封肩 多亏小新不知从哪里钻进屋 打破了这危险的局面 救了封肩一命 晚上回家的封肩 再也忍不住 抱着妈妈哭了起来 要求妈妈不要离开 妈妈安慰着封肩 妈妈怎么会走呢 因为下一个 就轮到你了 小新一家这边 还像个没事人一样 欢快的逛着超市 不知不觉间一家三口走散了 突然小新妈再次出现 拽着小新衣领就往前走 就在这拖拽的过程中 小新居然又看见了一个妈妈 可奈何根本挣脱不开 眼前犹如钢筋般的手掌 突然一个美少女冲了出来 把奇怪的小新妈踹翻在地 没有想到倒在地上的妈妈 居然浑身扭曲 面目猙獰 像个畸形怪物一样落荒而逃 这也许并不是最可怕的 因为就在打斗的过程中 这样一个畸形怪物 在人群中穿梭 竟然没有一个路人 去在意这件事 这才是最可怕的 小新将一切告诉了父母和伙伴 大家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 唯独封间 残酷的事实摆在面前 却依然对母亲抱有一丝希望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相继沦陷 小新等人发现 沦陷的人有个特点 就是特别爱跳385 最后这些异类甚至撕掉伪装 蜂拥而上 想强行将小新等人变成同类 多亏了宋巴老师舍身保护 小新他们才勉强的逃了出去 小新爸爸这边 状况也是相当的紧急 下半路上 竟然被不相识的路人追杀个不停 看看跑回家 却发现家里 已经有了一个爸爸 正在和小新洗澡 虽然一番较量之后 贾爸爸被打跑了 但门外更多的疫情 在静静的注视着这一切 与此同时呢 小白对着小新叫个不停 难道小新也是假的 果然 心虚的小新扭着屁股就跑没泪 万万没想到 这假小新也是这么骚气 就在千军一发危难之际 真小新和白天的美少女 驾着客车撞破了墙壁 将小新父母给救走 一路上呢 还搭救了其他许多没有被童话的伙伴 只有封建没逃出来 死要面子 结果被假妈妈拉着陪葬 一路上无数的疫情站在路边 直勾勾的盯着逃生的客车 美少女告诉大家 全国各地啊 已经沦陷了 都被森巴一行人给占领 而她呢 就是负责调查这起危机的负责人 可就在他们即将逃离城市的时候 还是被抓到了 只有美少女逃了出去 小新等人则被带进了地下基地 亲眼目睹了森巴一行人 被制造的全过程 然而幕后老大却让小新大跌眼镜 幕后老大的真正目的 居然是想让地球人都喜欢上跳舞 并且只能跳三八五 这个愿望还真是奇怪啊 就在小新等人要被童话之际 美少女带着联合国武装部队 冲进了森巴老巢 消灭了森巴一行人 并且在小新的带动下 人类用小新屁屁舞 彻底击溃了森巴老大的审美观 最终赢得了胜利 森巴老大呢也露出了真实的模样 他居然是个男的 还是美少女的父亲 原来美少女啊 从小就不爱跳舞 爱玩枪 父亲为了让美少女子成父业 不惜毁灭人类 也要童话 控制女儿 完成跳舞的愿望 真是个变态啊 美少女父亲活了这么大岁数 都没有搞明白一个道理 你喜欢的 孩子不一定喜欢 强迫孩子喜欢你自己的爱好 你永远也不会得到 你想要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